指纹 安检排线上面已经有一颗电容了 好像进水腐蚀掉了 我们就把这个电容拆掉 试一下 刚才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那个短容的电容 拆下来了 就这颗 好 大家注意看到电流了 电流 起跳 恢复正常 证明确实是我们指纹建栏的那颗电容 很快 导致了 我们说我们把它试一下 现在进系统我就不提示这个触控ID 无法使用 不报错 先进不报错 我们进这个 进设置里面看一下 我说密码 牵牙指纹也已经变回了蓝色 牵牙一下 我们装下面的这个挡码 牵牙指纹也是正常的 OK 指纹功能 后来也会不正常了 那么这个机器就是 准硬件的一颗电容损坏 导致到我们的这个 起跳大 然后耗电快 这电容估计是珊瑚 固件上的一颗 绿波电容 这边 好 我可以想要 我可以想要 可是这个